美国人得出结论,中国潜艇数量将在2030年超美,中国潜艇会成为美国的威胁吗?为何杜文龙认为美国人在放烟雾弹呢? 根据美国海军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海军正在加快柴电潜艇以及核动力潜艇的发展,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潜艇数量将超过美国,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反潜力量正在下降,对美国水面舰艇的保护也逐渐缺失。 美国正面临着中国潜艇的严重威胁。 根据此前,美国太平洋舰队前情报部长詹姆斯·法内尔的说法,到了2030年,中国的水面舰艇将达到450艘,而水下的潜艇数量也将增加到110艘。 届时,中国海军不仅水面舰艇数量超过美国海军,海底潜艇数量同样超过美国海军。 相对来说,美国的反潜机数量在不断减少,原本服役的227架P-3C反潜巡逻机, 在10年前就只剩下137架了。 此外,美国新型反潜机的建造也难以跟上进度,像美国海军原本计划装备138架P-8A反潜巡逻机, 但到了2019年底实际上只装备了111架,并且这些P-8A反潜巡逻机分散在全球各基地部署,难以发挥集中优势。 从中美两方面的此消彼长来看,中国的潜艇力量如今的发展的确让美国人在意, 不过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被美国人带了节奏, 只想一下美国人如此捧高我国的潜艇发展, 然后看衰自己的反潜力量究竟有何目的? 我国军事专家杜文龙就表示, 美国人的说法看似是宣扬中国潜艇力量的强大, 实际上是在给我们戴黑色高帽, 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放大中国的军事威胁, 从而依靠中国威胁来获得更多的军事预算, 至少美国人不是在表扬我们。 为何杜文龙有这样的看法? 从我国潜艇发展来说, 的确我国可以称得上潜艇大国, 在数量上也能不触美国, 但有一个关键问题, 那就是我国的潜艇主要还是以柴电这样的常规潜艇为主, 核潜艇数量还是太少了, 常规潜艇可以对我国近海进行保护, 但说到真正的战略威慑还得靠核潜艇。 另一方面, 美国所有潜艇都是核动力潜艇, 中美潜艇的真正差距还是在质上而不是在量上, 因此对于我们而言, 努力发展更先进一代的核动力潜艇, 要比拉入军事竞赛一般大肆建造本就不缺的常规潜艇更加重要。 此外, 再说反潜力量的话, 中国反潜力量相比于美国还是有较大的差距, 而对于美国自己而言, 因为中国潜艇受制于核潜艇的力量, 这使得美国反潜机更多活跃在中国近海而不是美国近海。 那么问题来了, 美国反潜机都天天在中国近海活动, 还在抱怨自己的反潜力量不足, 这又是为何? 无非就是在哭穷让国会打钱, 这也是美军为了涨军费一贯采用的手段了。 据越南新闻网站Rigus Brice的报道, 一艘隶属于越南海军的猎豹级轻型护卫舰携带一架反潜直升机, 在靠近中国南沙群岛的海域进行了战斗演习。 进行了战斗演习, 而越南电视台也在节目中高调宣布, 零一六广创号轻型护卫舰在南沙海域进行了高规格的战斗演习。 虽然不知道越南海军为何对单单一艘护卫舰的演习如此高调, 但此刻的南海毕竟风起云涌, 中国正在和菲律宾因渔业资源问题产生摩擦, 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更是频频派出海军舰艇来到南海执行所谓的自由航行任务。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 即使越南此刻并不算特别想要参与这场纷争, 但越南原本是南海地区的主要利益国, 此刻却没有任何表示确实不应该, 所以越南海军也其余做出一个姿态来展示自己对南海地区同样拥有话语权。 越南一直和中国存在海域争端, 这是众所重视的事情, 但比较少有人知道越南是占据南沙岛礁最多的国家, 目前越南占据了南沙岛礁中的29个, 其中中国只控制9个, 台湾省控制2个, 菲律宾控制10个, 马来西亚控制8个, 可以说虽然越南一直保持低调, 实际上却是南海利益目前最大的受益者, 所以虽然嘴皮上不说, 越南海军却一直对南沙巡道保持着高调的武装巡逻, 其海军舰艇和空军战机也经常逼近西沙巡逻, 毕竟此处的水域非常狭窄, 目前越南海军又有6艘轻航级潜艇, 4艘猎豹级轻型护益舰, 5艘别家级巡逻舰, 4艘闪电机轻型护益舰, 6艘独蜘蛛级导弹艇, 1艘波克级轻型护益舰, 2艘普向级轻型护益舰, 8艘黄蜂级导弹艇等, 可以看出越南海军基本以轻型舰艇为主, 毕竟岛礁区水道过险, 不适合大型舰支的行动, 但这也导致了越南海军缺乏区域防控能力, 在面对现代化的海空联合打击时生存能力非常堪忧, 即便是此次作为主力的猎豹级护益舰, 也仅仅有一座卡之弹进程防控系统, 完全无法应对对手的炮盒攻击, 简直不堪一击, 只能被对手当作海上把镖, 越南海军目前只能依靠空军提供防控能力, 而空军目前的先进战机只有12架苏27SK和36架苏30MK2, 除非数量增加至上百架, 否则很难撤离影响南海战场局势, 而中国光使海军航空兵在南海岛上布置的战斗机就接近百架, 广东广西都有空军大批战机主扎, 更有各大战区的战机不定期的前往南海岛礁延续, 南海的制空权归属其实一目了然, 目前中国海军寻防南沙的主力是056型轻型护益舰, 而根据菲律宾媒体的目击, 中国海军已经正式启封原本封存的02型双体隐身导弹艇, 目前已经有不少022导弹艇现身南海, 022导弹艇用非常高的航速和机动性良好的隐身能力, 很浅的取水, 非常适合在岛礁区域的行动, 至于更先进的0541护卫舰和052D驱逐舰, 则需要保持精力应对美国领导的不速之客们, 可没有工夫浪费在越南海军的身上。 解放军新型扫雷舰首次参加训练, 这种扫雷舰究竟有何作用? 为何说它将克服跨海峡最致命武器, 驻解放军登岛? 据《环球时报》报道, 近日中国解放军海军在黄海地区进行军事演练时, 有两艘新型的扫雷舰登场并参与了演习, 据过去这是这两艘扫雷舰服役以来首次参与海上演习,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两艘新型鱼雷舰是专门针对智能水雷开发的, 而这种水雷将来可能会成为我军跨海峡登陆战中最致命的武器, 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此前美军对台军手中, 除了导弹与战机还包括一种智能水雷, 而这种武器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 此外台军局还在建造布雷艇, 试图利用这种可以伪装成民用船的布雷艇将智能水雷部署在台湾海峡中, 而这种水雷的危害在哪呢? 我国东部沿海海域由于大陆架延伸到了冲绳地区, 导致像黄海与台湾海峡这些地方的海水深度都不够大, 像台湾海峡为60多米, 在这样的深度下就给水雷有了很大的发挥空间, 相比之下,导弹等武器对我军的威胁并不大, 因为我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导弹防御机制, 但是对于隐藏海底的水雷却常常容易被忽视, 过去我们的扫雷舰一般是在雷区投射引爆装置, 又使水雷感应装置之后爆炸,从而排除风险, 然而如今水雷也处于越来越智能化的阶段, 将现在的智能化水雷具有很强的抗扫性, 其隐性装置较一般的水雷要复杂得多, 并且引爆这些水雷需要特殊的条件, 一般的扫雷即无法将其诱爆, 而这种水雷爆炸的关键便是声纹, 如同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指纹, 军舰也都有其独特的声纹, 而智能化水雷能分辨这些声纹, 只有当收到特定的声纹信号才会爆炸, 比如说海底的水雷输入了一艘航母的声纹, 当其他军舰从附近驶过时,水雷无动于衷, 但一旦检测到这艘航母驶过便会立即爆炸, 可以说隐蔽性极强, 也正是因此美军一直试图派间谍船或者潜航器收集我军军舰的声纹, 就是有这样的目的, 回到我国星型扫雷舰问题上来, 我国的星型扫雷舰又如何对付这样的智能化水雷呢? 除了拥有更强大的探测系统, 星型扫雷舰针对智能水雷的特点, 能够模拟特定的舰船声纹, 如同伪造一张身份证。 在跨海的时候, 星型扫雷舰作为先锋可以投射出模拟我军所有军舰声纹的装置, 只要智能水雷正好接收到特定的声纹信号就会立马引爆, 从而这些水雷就被排除了。 台当局试图在战时用水雷阻止解放军登陆, 有一个重要目的便是拖延解放军登陆进程, 从而等到美日援军的到来。 因此, 关键时刻登台实际上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 而星型扫雷舰将克服解放军跨海峡最致命武器, 让我军箭不登岛绝不能拖, 这也是为了打消分裂分子的最后幻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